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理财欧巴 我是千涵 股市小白上课咯 股海茫茫 你还在苦苦追寻标股吗 一般投资人怎么知道每档股票的特性呢 我们又不是分析师 那么到底要怎么提高我们的命中率呢 作战行情最懂你的心 作战行情简单来讲 就是股东跟法人为了美化账面上的数字 将他们手中持股的净值最大化 所以会使用一些方法来拉抬股价 促使某些个股大涨 作战行情又分为集团作战跟投信作战 集团作战是每年三六九十二月的重头戏 也就是每季季底 台股中比较为人熟知的集团 就是红海 统一 台肃 华兴丽华等等 至于投信作战 就是基金经理人的面子之战了 他们也是要完成KPI的哦 其中以年度绩效最重要 半年度次之 也就是12月跟6月 不过真的等到6月跟12月再布局就太晚了 投信为了确保自己第一 可是会在股价成功拉抬之后卖出哦 所以散户要搭顺风车5月11月就要开始布局了 不然小心 作战行情变结账行情 顺风车变失速列车 这边教大家在搭顺风车时可以观察投信持股比率 有哪些股票是一开始投信几乎零持股 却在季底作战时开始疯狂加码买进的 也许你就发现了潜在的标股也不一定哦 好啦 今天的理财欧帕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